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ETV的港人港市 最近新聞買得最行的就是林鄭司長 證務司司長 唐堂證務司司長 在法局的會議上面對這個就原水事件 應不應該引用特權法案調查的時候 作為第二把交椅的林鄭月娥 要求所有的特區官員 不要因為在區議員的壓力下 飲用原水的樣本 因為維護特區政府的尊嚴 這句話我覺得很涼薄 作為特區政務司司長 你不是應該用人民記理的行先嗎 首先你覺得原來飲用原水是屈辱的時候 你想想 原來啟程村的居民 水泉澳村的居民 甚至香港 很多都未查出來 香港很多屋村的居民 甚至是私樓的居民 都在飲用原水的時候 他們何嘗不是接受屈辱呢 作為特區政府的高官 不但沒有解決炸彈 更加還在無限牽制 去製造炸彈出來 我想問問林鄭月娥 你對不對得住中央對你的委任 你對不對得住政府對你的信任呢 其次 我覺得林鄭司長她就說多一句 她說不要喝這些水了 叫官員因為是屈辱了特區政府 我想問 你們做錯的事 居民要你飲用水 你對自己香港政府的水都沒有信心的時候 你怎樣叫我們作為市民對你的水有信心呢 之前的立法局開會就說海水化碳 林鄭司長就說完全見不到要用海水化碳的需要 那些政府的口吻都是這樣說的 其實現在夠用的了 繼續買東江水 你作為第二把交椅 你都對自己管理的城市的水質 都毫無信心的時候 你怎樣叫我們香港居民對自己的水有水質呢 其實這是很普通的事情 我們可以引申到叫我們外國的人 梁振英 林鄭月娥 甚至雙經局局長 全部都拿著這個外國護照的 林鄭不用說了 說得明白了 退休就馬上回英國了 那她又怎會幫你徹查這宗原水事件呢 最猛狀的就是 現在就是區議會選舉 11月22日就是投票 最近呢 前幾天 立法局就剛才說了 就原水事件去進行這個特權法案的調查 民建聯就在立法局最大黨 他們用13票 否決了用原水徹查 這個徹查原水事件的特權法案 我想問問一下民建聯了 究竟有些什麼的事情令到你們不夠膽去這樣做呢 還是民建聯覺得 沒辦法的啦 查不到的啦 你們覺得這些人命的福祉 市民的福祉是真的 遠遠是低於 低過你們的政治考慮呢 我想問一個這樣的政黨又怎樣去做香港的最大黨呢 我記得呢 香港的憲法 基本法講得很清楚的 香港是三權分立啦 分別是行政 司法和立法 三權是互相制衡的 那作為這個立法局啦 它作為制衡政府的最重要的權力 為什麽立法局的最大黨居然是為政府互行 甚至覺得林鄭月娥司長說的東西是對的啦 黨 即是我叫做親中的報章啦 有份親中的報章 簡直就是這樣寫的 就說好打德的風範從而 那我就真的覺得 勾頭了 原來跟市民對抗的 政府官員就叫做好打德的 其實 如果在大陸 很多無賴 很多山藩都好打德啦 不跟你講道理的 不會跟你講道理的 只跟你說橫斑白 亂來 直行直過 亂衝亂撞 這樣就叫做好打德的話 那我真的不明白這個寫報章的人 究竟用哪一個身體部位去想事情的啦 我希望 特區政府 其實我一直都是這樣說的 那麽多的問責官員 其實我對林鄭是比較有好感的一個 但我猜不到 她都會這樣說一些人 或作為在港英出來的一個官員 我意思不是說港英特別好 我意思是 她接受了這麽多年的行政訓練 在政府的架構工作了這麽久 是一個這麽優秀的公務員的時候 為何她都可以說一些這麽涼薄 這麽恐怖的事 是否真的中國人的說話 懷北的橙是特別酸的 懷河以南的橙是特別甜的 是否這樣的道理呢 是否真的在港英做的時候就特別優秀呢 去到現在 特區政府大陸人本的時候就真的特別差呢 所有香港人都有句說話的 臭蟹就出臭草 是不是這樣呢 我希望林鄭月娥作為第二把交椅的 不要影衰特區政府的形象 亦都希望這麽多個政府官員 真的拿個膽子出來 拿個肩膀出來 讓我們看到政府是真的有誠意 有這個含心去解決這個沿水風波 亦都希望民建聯 尤其是李慧琼 作為這個民建聯主席 現在還說去選土瓜華 麥田我真是想問他何德何能 土瓜華北那麽多的舊樓 其實究竟你們有多少還在用含緣的水管呢 沒有人知道 為何沒有人知道呢 因為作為民建聯主席的他 帶頭就否決了 用這個特權法案去徹查沿水風波 他憑什麼去保障市民的福利和身體健康呢 亦都憑什麼去做土瓜華北的區議員呢 我很想李慧琼作為民建聯主席 他真的要自己考慮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勝任到作為區議員這個職務呢 如果勝任不到的時候 我希望這個人霸了這個議席十幾年了 希望他都有退位讓言 給一些言能者居資 希望今屆的選舉裏面 真的可以重新去打倒這個建制的暴力 打倒這個建制派壟斷的場面 希望香港市民或者香港 在這個新的政治格局裏面 真的可以獲得一個公平和公義的地位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